等等 中毒了 抬下去 墨北郡主 就算窒息他不愿大云结盟 你也不必下次狠手吧 是墨北郡主下的手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 我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 我没胡说八道 我且看见 墨北郡主的侍女 给窒息松了份早点进去 窒息就死了 所有人中的命 你也敢看见 只有窒息不认蒙约 你就把他给杀了 这也太合同了 那要是大漠各部落都不认哪 那么成 你还要一个一个都杀过来吗 对呀 那都我们先就杀了我们吧 是 所有人都先退下 此案发生在我大唐境内 自然是由我大唐官府的人负责查办 你来的正好 行凶者 就是这位墨北郡主的侍女 他给窒息送了份早点进去 我进去了之后 人就已经死了 不是他还认识谁 使者 少安勿躁 别人既然来了 就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给各部使者一个交代 才是 长哥 干嘛呢 怎么这么不小心 不会说就买 乐宴的婚事 马上就要定下来了 我总不能以 莫北郡主的身份 出现在文武百官面前吧 既然我参加不了她的婚礼 我总得给她 绣一个好一点的善面 可是你看 太丑了 你笑什么 好看 我觉得特别好看 我一定要找 长安最好的绣鸟 我就不信我绣不出好看的 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 我也能为你缺善 谁说要嫁给你了 在我们大唐 可是要三术六里 父母之 可是我父母早都不在了 也不知道我阿娘会不会喜欢你 一定会的 天底下所有的父母 都会认可真心对待他们女儿的夫婿 我向天狼神发誓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一辈子 别说了 不是我不相信你 只是有点遗憾 我阿娘见不到你了 不说了 我要去红绣房 找三娘收购的最好的那个绣娘 我会去给你阿娘提琴的 我会去给你阿娘提琴的 那可真是不可可 我叫你阿娘提琴的 你给我去个儿子 我这些少女子 你不想得到她 我才能够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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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得到你 我才能够去的 人若无牵挂 心虽洒脱 但估计也会相伴而来 孙想成为长哥的牵挂 孙想一生陪伴长哥 二 孙自幼习武 自认也有一番成就 虽不再是英诗特勤 但也有信心保护长哥周全 不让长哥挨厄受冻 不让任何人 伤长哥一分一好 再损心理 长哥比命重 三 人这一生若问追求什么 怕是虚幻 历经曲折 尝尽百苦 可到最后 想要的 不过是一份安宁罢了 这是长哥的心愿 我想 应该也是您的心愿吧 但此次和盟结束 孙想待长哥归隐 远离纷争 从此逍遥一生 我现在 还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聘礼 但还请夫人放心 孙向天狼神发誓 无论是钱财还是心意 孙都必定对长哥 倾尽所有 孙都必定对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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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了 不过去 不过去 你看到嫦哥了吗 她去找绣娘学刺绣了 说是要送给公主 还没有回来吗 发生什么了 没什么 就是该吃晚饭了 要不然我们还是去找一下她吧 殿家说常哥早就已经离开 那她还会去哪里 咪咪 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 森哥哥 你们都去哪儿了 一整天都没有见到人影 常哥呢 你今天也没有见到常哥 没有啊 我还以为你们出去玩了呢 马上就要宵禁了 如果常哥还没有回来 那肯定是出事了 先回屋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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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